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INA Hello 大家好 Tina家要来了 这次是暂时化身数码博主的Tina 今天带大家一起来看一下 苹果iOS 14系统有哪些隐藏的小功能 以及如大家现在看到的 现在手机的桌面是用什么软件如何设置的 内容真的超级多 那就抓紧开始吧 这次可以更新iOS 14系统的手机主要有这些 系统正式登录后我就抓紧更新了 研究了好久也看了很多视频 把更新的内容几乎都试了一遍 首先第一点就是在苹果自带的备忘录里 图写的时候能生成比较规整的图形 而且在截图的图画修改中也是可以的 我现在打开了一个全新的备忘录 点击画笔 选择一种画笔 然后呢 画一个圆 它就自动生成一个正圆 三角 嗯 新写 还有箭头 我现在截一个屏 然后打开截屏 然后选择画笔 选择一个画笔 如果呢我想重点圈画这个地方呢 我就画一个圈 它也是自动给你生成了一个正圆 然后箭头 也能生成一个弯弯的箭头 画这种图形的时候呢 需要注意的就是一定要一笔成型 就是比如这个箭头的话 一定要一笔画出这个箭头来 第二点呢就是有了贴心的翻译功能 更新完系统后呢就发现出现了一个新的APP 翻译 这个翻译呢支持11种语言 没有网络离线呢也可以使用 只要下载语言包就可以了 以后呢就再也不用担心遇到外国人了 可以直接输入文本 它帮着 可以翻译 也可以呢 对话翻译 早上好 它就会自动帮你翻译出来 而且你点下方的这个小词点呢 也会帮你提取一些单词的翻译 有词点的一个详细的解释 如果你想实现没有网络也可以帮你翻译的话 就一定要打开设备端模式 打开之后呢就可以下载语言包了 第三点呢就是可以设置默认的浏览器了 对于像我这种不太喜欢使用苹果自带浏览器的人来说 真的太好了 怎么设置呢 第一点就是在设置里面 选择你想用的浏览器 我比较常用的浏览器呢 是谷歌浏览器 找到它之后呢 这里有一个默认浏览器APP 然后你选择你想选择这个浏览器 然后呢就可以了 第四点呢也是一个非常隐藏的小功能 就是可以轻点背面 也能设置一些快捷方式 我现在是带着手机壳的 我设置的方式呢就是轻点三下 然后自动截屏 而且呢带着手机壳也可以用 它的设置呢是在设置里面 选择辅助功能 然后在触控里面 选择轻点背面 然后这边呢你要打开 然后呢轻点两下 也可以选择不同的功能 我选择呢是轻点三下截屏 这样呢就可以快速的开启一些功能 第五点呢就是轻点了来电显示 可以设置成小横幅了 如果遇到不想接的电话 但是又不能挂掉的时候呢 就可以直接隐藏起来 该玩手机的时候 就玩手机就可以了 第六点呢就是在录音的功能中呢 可以消除背景噪音 我就经常呢用手机 录制视频中的画外音 有了这个功能占的太贴心太好了 如果小可爱们也经常使用 手机自带的录音的话 一定要记得使用啊 首先点击语音备忘录 选择一段已经录好的声音 然后在这个小点这里 点击编辑录音 点开之后呢 这就是这段录音 然后在最左上方呢 有一个小画笔的样式 你点一下呢呈现蓝色 颜色呢呢就是已经开启了 这个呢就是没有开启的 点上之后呢它就会帮你自动的 消除背景的一些噪音 非常非常好用 第七点呢就是 手机也支持化妆化了 可以边看视频边聊天 我现在打开B站 选择一段我以前的视频 然后点击全屏 点击这个小三点 然后有个小窗播放 点击之后呢 它就变成一个小窗口 双击呢就会呈现一个最大画 然后竖屏的最大画 然后这样呢就变成一个最小画 这样呢你就可以该干嘛干嘛 视频还能再播放 第八个功能呢就是 居然有了隐私指示灯 这个功能呢就是防止某些App 在你不知道的情况下 偷偷录音或者录影的时候呢 它能提醒你 如果使用这个功能的话 在手机的右上角呢 会显示一个绿色的小点 这时候呢大家就要警惕起来了 比如呢我现在打开 黄游相机开启这个拍照的功能 大家能看出来吗 在右上方这里呢就有一个小绿点 就证明呢这个软件 正在使用你的拍摄功能 如果是录音的话 它这里呢就会显示一个橘色的小点 就证明呢你现在正在录音 这个功能呢就能很好的保护我们个人的隐私 第九个呢就是 AirPods可以无缝切换 只需要登录同一个账号就可以实现了 比如你用手机的时候呢突然想用iPad iPad呢就会自动帮你连上 这里呢没有演示大家可以自行想象 第十点呢就是拍照可以自动镜像 以前呢用前置摄像头自拍的时候呢 总会自动翻转 感觉换了一个角度就不是自己了 现在呢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了 第十一点呢就是可以隐藏私密照片 比如有一些照片呢不想被别人看到 选择三个照片之后点击左下方这个 然后呢有一个隐藏 点击之后呢就选择隐藏三张照片 这样呢你打开相册的话就不会看到 如果你想再单独去看的话 就是在相册的最下方呢 有一个隐藏 然后点开这呢就可以看到这三张照片 第十二点呢就是删除APP的时候呢不用长点这个APP的图标了 你可以呢直接在随便一个空白处长按 它们就都开始抖动了 你就可以删除掉它们了 第十三点呢就是增加了声音识别功能 这个功能呢在设置里边 辅助功能 有一个声音识别 选择打开之后 这边呢有一个选择要识别哪些声音 你可以选择一些你想识别的声音 猫叫声 水流声 敲门声 门铃声 你都可以选择你想识别的一些声音 这样的话等有这些声音的时候呢 它的手机呢就会自动提醒你 比如遇到火灾了 有火燃烧的声音之后呢 就自动会提醒 警告你 第十四点呢就是增加了相机的快捷键 按住音量键的上键呢就可以连拍 第十五点呢就是新增了一些新的壁纸 第十六点呢就是在Mimoji里边增加了非常多的元素 还增加了口罩 非常可爱 第十七点呢也就是最后最喜欢的部分呢就是可以设置很多桌面的小插件 那这就是呢我设置好后的桌面 接下来呢就带大家一起来一步一步实现这个效果 需要下载的APP呢主要就是这三个 首先呢我觉得这个是最最好用的 它可以选择各种的插件 选择比较小号的 也可以选择中号的也可以选择大号的 而且你选择之后呢 它有非常多的款式供你选择 可以选择时间 可以选择日期 也可以选择插入某个图片 还可以去编冻一些文字在这儿 还可以显示你的电量 各种东西都有 而且呢还可以调节这个文本的内容 剧层内容 你可以自己写上一些你自己喜欢的画 而且呢也可以选择不同的字体 这里呢也可以选择颜色 字体的颜色 还有背景颜色 这儿呢就是选择边框的颜色 总之呢每个都可以 编辑的元素非常非常多 中等大小的这个呢 这个呢是选择 在这里呢选择日子和日期 然后呢背景选择的是黑色 文字呢选择的是白色 然后呢可以选择一个自己喜欢的字体 这个呢我选择的是最后一个打字的效果 然后之后呢在空白处长按 在最左上方有个加号 点击加号之后呢 选择这个应用 点击中等 添加小组件 然后呢就会出来这个小组件 是添加小组件 然后选择 选择日历 这个呢我选择呢是一个小的 添加小组件 然后把它放在这儿 最右边这个呢是来自这个软件 查完之后选择添加 这里呢就有 选择不同的大小 我选择呢是一个小号 添加之后呢就放到里边了 它这些句子呢都会经常变化 现在呢在这个页面选择添加 选择一个天气 然后选择一个中等大小的添加 然后就可以了 然后再点击选择一个 这个步数的呢也是同样的方式 选择的呢是健康这一栏的 有一个记步器 这个图片呢是选择 这边的一个添加你自己喜欢的一张图片 这个图片呢可以纯图片 也可以加上日期 然后我选择呢是一个纯图片 然后一样 添加到桌面上 这个重复的话就是选择这个就可以了 编辑小组件 这样呢我是选的第三个 这样呢就可以了 还有一个是 屏幕使用时间 选的是中号的 选的这个添加 把它放到下面 这样呢就可以了 如果你想把两个小插件放在一起呢也是可以的 把这样一拖 然后放在这 它就会叠放 你可以这么看 这个地方呢我选择的是一个智能叠放 就是这边 有一个智能叠放 它就是根据你的使用习惯 给你把一些小插件放在这 比如图片 备忘录 还有你看的书 等等等等 它会给你智能的选择一些插件放在这里 这些小插件呢也同样的方式也可以放在最 嗯 这样最左边这个地方 这个软件呢其实是这个 这个小插件也可以选择不同的 不同的样式 样式非常非常多 而且你选择这些样式之后呢也可以选择颜色 也可以选择字体 也可以在这个后边呢 也可以在日期后边加上自己喜欢的图片 比如加上一个图片是这样的 都可以自定义很多样式 这边这个呢是断食记录吧 就是可以记录你的断食时间 它提醒你现在是吃饭的时候 或者是现在是断食的时候 它都会提醒你这个小插件也蛮可爱的 大家觉得哪一个功能是你们最喜欢的呢 欢迎留言告诉我 那今天分享的内容就到这里 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别忘了给我评论点赞和转发 新来的小伙伴也别忘了关注我 那我们就下支视频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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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